患者男太原市 2020年1月12日至15日在武汉旅游 19日出现发热伴头疼症状 20日到山西白球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经省市疾控中心检测 呈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 21日转至山西省定点医院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目前患者病情稳定 已对6名密切接触者进行了追踪和医学观察 目前无异常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